观众朋友您好 我是张志斌 稍早参加了由乔务委员会主办的海外华文媒体访问团 并且参加了双十国庆大会 蔡英文总统在国庆台话当中 重申了台湾拒绝一国两制 以及捍卫民主自由的决心 并且强调了台湾在全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 以及台湾不应该也不会属于蓝绿任何一个阵营等等 其实在双十国庆前一天 也就是10月9号的上午 蔡英文总统亲自接见了 我们这个由来自全球各地的 19位华文媒体工作者所组成的访问团 向海外华文媒体工作者表达她的关心和感谢 并且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段期间 进一步了解台湾自由民主社会的现况 谈到我们这个参访团 虽然有部分成员像我一样 原本就生长在台湾 后来才到海外定居 从事华文媒体方面的工作 但也有一些成员是当地国生长的华人 或者是来自香港或中国大陆等地的华人 他们有些服务于当地华人所创办的媒体 也有些是该国公营传媒中文部的记者 当中有好几位从来没有到过台湾 因此大家除了关心政治议题以外 也对台湾整体社会的情况充满了想象与好奇 我们参访的第一个政府机构 就是邀请我们来访的乔务委员会 访问团许多成员向乔委员会的委员长 吴欣欣博士询问了 像是台湾最近的外交处境 以及对于像是香港反送中的立场 和选举相关议题等等等等 吴欣欣委员长他曾经当过记者 很理解媒体工作者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 因此他也就对大家侃侃而谈 很多人都去过香港 都有香港的经验 那也是一个华人世界非常不容易 非常难得的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全世界的一个金融重镇 因为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世界 有人说五十年不变了 对不对 这个马照跑舞照跳 可是才二十三年就变了 就没有信赏承诺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也看到 香港问题之所在 以及两岸问题之所在 中国对台湾的渗透 我想这个 这七十年来我想没有一天断过 从1949年到现在 对不对 那我想其实对我们影响最大了 对我们台湾的渗透 影响最大了 应该就是去年10月24号那次选举 我们被中国的假新闻搞得很惨 今天我们不怕了 去年已经吃亏上当 雪梨吃乖 我们现在都很激励 去年我们真的完全没有防备 结果假新闻到处都是 然后整个政府部门束手无策 大家不知道怎么去面对问题 所以导致这一个我们的败选 假新闻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因素 今年中国共产党如果还要 透过假新闻或其他的方式来影响左右 我们的这个选举的话 我想是难度真高的 非常困难 我想我们也跟西方国家 有很密切的合作 在防治中国散播假新闻 因为假新闻不是直接从中国大陆 就对到台湾来 它有时候迂回从美国 从西方国家 那个你知道那网络没有国界的 其实这个我想我们跟西方国家都有合作 密切合作来防占中国的假新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当然现在环境也变 以前中国当然也会拨钱来资助台湾的 一些特定的团体 那以前很好查 你看account子一查就查出来 现在这个线上支付啊 这个支付宝各种方式 奇奇怪的方式 有时候还不见得好查 就是说这个钱它怎么来怎么去 这个我想我们相关的单位应该都有 都有掌握 都有布局 所以在这方面我想不容易 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 怎么样去因应中国的渗透 我想建立在我们台湾人民的一种 它的数值 台湾人民对整个台湾现在自由民主制度的坚持 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喜欢自由民主 相对的中国共产党是不自由不民主 我想选举的时候自然就会抉择 大家就会做选择 而在稍后拜会大陆委员会的行程当中 台湾人民同样对于接待大家的 政务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震博士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而邱副主委所以他一贯的风格 谨慎而且仔细的加以回应 在台湾内部进行各种渗透分化 那我们也都在关注他会对台湾进行大规模的 假讯息的这种认知的这种作战 那么结合过去他们长期以来对台湾就进行的这种 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三战之外 那现在可以是全方位要对台展开新预迫的这个认知作战 那么这些对台的渗透的做法 我们现在也正在积极的在进行反渗透的这种 保护台湾民主机制的一些工作 就积极的在进行 那么我们希望我们在未来三个月内的这个大选的过程当中 能够在台湾非常的和平理性 能够让我们每一位选民有最正确的讯息 可以判断他们理想的这个候选人 基本上两岸的政策跟我们的外交的面临的挑战 都是本质都是一样的 因为中国大陆就是要求我们要接受 九二共识 对 那这个九二共识也可以当作议题来谈 他现在不跟你谈 就必须你要接受他这个前提 要把这个当作前提 那我们不可能去接受一个我们也不太清楚的前提是什么 那么这个前提就由他去定义 由他去诠释 由他甚至去惩罚 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当然希望两岸应该针对各种的议题 应该不预设前提什么议题都可以谈 那这个九二共识事实上在蓝军执政的时候 我们也那时候我们还是学着中国大陆在2013年开始 也对国民党普普进逼 就是跟我们说这个九二共识只是重启协商的共识 但是它是一个脆弱的共识 对于所谓深水区的议题 这重要的议题 两岸跟深层次的问题 深水区的议题 必须要在更巩固一中原则的框架或者一中原则下才能进行 我想我们蓝军的朋友也应该知道 中国大陆对他们那个时候的想改变 九二共识的内涵在压迫他们 那我要提到的是 其实台湾面对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对台湾不管是蓝军执政也好 绿军执政也好 其实他的对台完成统一大业都是他们的目标 那只不过是方法不同 对蓝军而言 他的手法就好像我们就是在细火慢炖 对台湾而言就是大火快炒 目的就是要上一盘统一的大产 这是在台湾我们都必须要了解 中共对台的文字没有什么不一样 那像我们跟你说明了过去三年来 三年多来我们所推动的 是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 我们像这个对岸说 像世界说强调我们的两岸政策 会依据中华民国宪法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在处理两岸政策 我们也尊重过去两岸交流三十多年来的经验 跟合作 我们也强调过去所签订的两岸的协议 我们都会遵守 这个是非常完整的这个维持现状 完全没有去挑衅中国大陆 但是我们跟前政府所不一样的说 我们只是回到九二历史会谈的历史事实 因为我们尊重1992年两岸两会有 双方有共同达成一个 共同认知与谅解的历史事实 但是对这个历史事实 各方解读有很多 两岸解读不同 台湾内部也有争议 所以我们就希望回到历史事实 继续求同存异 这都是我们两岸的立场 我们在看香港的反送中的情势 也逐渐在恶化 而且这个恶化的趋向 还是似乎进入了不可逆转的恶化的情势当中 我们非常犹豫 我们一直呼吁香港政府 甚至北京当局 要正视香港人民追求自由民族人权法治的期待 要透过智慧跟诚意 和平理性来跟香港人民来沟通对话 早日让香港社会能够回归平静跟正常运作 我们也特别强调 我们关心香港的情势 跟国际社会一样 作为一个民主的国家 以及世界民主阵营的一份子 我们会持续关注 我们也会声援港人支持自由民族人权法治 但是我们特别要强调 我们绝不介入香港 除了这两位首长以外 我们也造访了交通部观光局 观光局局长周永辉博士 向我们简报了台湾的国际行销 以及推展观光的各项措施要点 同时也听取了一些来自全球各地媒体人的问题和建议 另外立法院苏嘉全院长也抽空接见了参访团一行 除了透过影片简报 介绍立法院的历史组织架构与运作的概况之外 他也跟蔡英文总统一样 对大家在全球各地的工作表达了关心和感谢 除了官方的机构以外 负责安排参访团形成的乔委会的乔务通讯社 也特别安排我们访问了自由时报 中央通讯社以及公共电视 让大家对于台湾的新闻媒体 政府通讯社以及综合性的公共电视频道等等 三种截然不同但各具代表性的媒体机构 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并且我们也有机会就各自所属媒体的需要 跟这些机构洽谈一些合作相关的事宜 在围棋一周的行程接近尾声的时候 几位首次造访台湾的团员 跟大家分享了他们的感受 总的来讲 他们认为台湾的政府官员素质很高 对于自己主管的业务能够充分的掌握 而且乐于跟传媒沟通 并且积极的听取意见 没有什么关架子 对于双十国庆大会呢 他们多半都认为 这样朝气蓬勃的国庆活动 才是全国上下民众在开开心心的 庆祝国家的生日 而不是主政者在展现权力 权柄国力乃至于军威 此外也有一两位团员利用机会 在街头访问民众 特别是年轻人 而这些团员也认为 台湾的民众很乐意 跟来自海外的媒体分享 而这些受访民众的见解 也都有一定的深度 让这几位首次造访台湾的 华文媒体工作者 印象十分深刻 以上就是这一次俏委会主办的 海外华文媒体国庆参访团的活动相关报道 我们稍后弯曲再见 Tirection Tirec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